有一个笑话 有一个姐妹的 有一个姐妹的姐夫呢 去喝酒了 这个姐夫呢晚上喝了醉醺醺的呢 回家了 姐姐呢非常生气 但是对着一个醉汉呢 她又没办法发火 这个 她的老婆很厉害 就给自己嘴巴上抹了很多的口红 然后呢 在熟睡的老公的脖子和脸上呢 清了好几个印子 第二天 等姐夫睡醒了 姐姐就找这个借口 开始和她吵 跟她吵 问她 你昨天晚上到哪里去鬼混了 然后就骂她 婆婆呢过来劝嫁 一看到儿子脸上和脖子上的口红印 上去就给儿子一个巴掌 啪 过后好几天 姐夫都在努力的回忆 喝醉酒的那天晚上 我到底干啥了 人在红尘 昏昏沉沉沉 对自己所做的一切 常常是失魂落魄 所以学婆人 每天要少生气 心要尽 亦要明改变一下自己的人生态度 去适应不同的生活状态 看破了放下了 心情舒畅 学放下 不跟自己过不去 善待众生 莫烦恼 学会远离 就是好 你们跟着台长学佛 要懂得不说对不起别人的绝情话 否则 你自己会伤透 他的心 也会伤透你自己的心 冰冻三尺 只非一日之寒 长期的累积伤害 最后你一定明白 钱买不回他的心 你才能知道 当初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 而现在他好像变了一个人 累积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你每一天做一点坏事 三百六十五天 你就是一个大坏人 你每一天做一点好事 三百六十五天一年 你就是一个大善人 累积功德 让你直上青云 累积业障 会让你在人间活得像地狱 即使你不变 对方也会对你改变的 人要学会舍 优舍才能得 舍得现在的利益 学会对人包容 用无限的慈悲 才能得到未来 无限的希望 无限的希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